以下节目指标及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意,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坊间风评,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好,快说10分钟了,这个节目有两个键点 一是废,所以是废 二是10分钟,不敢说10分钟就会收工 是逢星期一都会推出的节目,不定期会有特别版推出 跟大家说一套现在都很热的日剧作品 到了30岁,黄氏处男似乎会变成魔法师 听到这里,又会一堆人已经失望了 Chill,又是女生 你们这群妇女在围队,我想听一些忠肯的意见 听开这个台也知道,我份人有少少非主流 所以我跟大家说,这部其实不是BL剧 真的不是BL剧 在这部影片,我会避免所有妇女看会发癫的部分 我只是从拍摄、剧情、意识表达上分析 为何这部影片是好看高水平的日剧作品 其实他是说,男主角步入30岁人生一个新阶段 他想面对困惑 男主角本身是一个很怕转变的人,但同时也很怕永远一乘不变 在30岁,他认识了一个新伴侣,而伴侣发掘新事物 接受了一个30岁新的自己 其实是在说这些东西 是在说人生 在说别人对自己的期望 在说自我审思 是真的不是BL剧 真的不是BL剧 真的不是BL剧 故事大纲是说男主角到了30岁,仍是处男 结果他变成魔法师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名字 名字已经说了故事 这应该是日本本身有的词 例如鲤鱼 如果你到了30岁,仍是处男 你就会变成魔法师 故事是说男主角安达 未拍过拖,到了30岁,仍是处男 结果他发现他做了魔法师 就是可以读到人心 对他有身体接触,听到他的想法 其实第一集他主要说男主角可以读到人心之后 他发现原来公司的一个男同事 其实是暗戀着他 这样开展的一个故事 有听众看完第一集 觉得有点像大叔的爱 其实我之前说过大叔的爱 我是很不喜欢大叔的爱的 虽然我看了,看了SP,看了第二集冲上云烧片 大叔的爱是头几集OK 之后就暴走 还有我不喜欢的 是他很卖弄BL剧的方程式 就是那种什么呀 我竟然被男生喜欢 怎可以这样的 我觉得有点后来玩到 耻笑和侮辱同性恋者 另外还有一些 例如为了妇女去拍的BL剧 例如有一部泰剧叫做《我门是天生一对》 他在这部剧是真的说 我可不可以握你的波 是说得出这些 这种BL剧 我是一般的 虽然我看了,看了SP,看了第二季 但是有另外一种BL剧 我比较喜欢的 例如有一部日剧叫做《昨日的美食》 他就坦坦言说 讲一对女生同居 每天如何煮饭吃饭 这一段关系 他们如何面对各自的父母 朋友 同事 这一套是 超级推荐的 到了30岁 《黄是柱南》 这一套 其实他就偏向 刺作《日的美食》那种 现实淡淡然的风格 但是 他又加入了奇幻的元素 很奇怪的 有些奇幻风 就是因为他可以读到人心 但是他又离奇地 很实在地呈现故事出来 故事的重点 其实他是走现实向多一点 他是说 主角我要怎样去解决人生的烦恼 即使你做了魔法师 变相更加烦恼 譬如有些人中了六合彩 好像是一些很开心的事 但其实是一件很苦恼的事 到剧 就是说男主角安达做了魔法师之后 他才知道 原来有人暗戀他 这件事不是只说有人暗戀他那么简单 而是原来黑澤是一直看他的 即是他本身 男主角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没用的人 但在他眼中原来不是 你就在整部剧的过程 就在看男主角如何 认同自己 因为你要认同自己才会进步 安达这个角色 他也用了自己的魔法 帮助了另外一些角色 例如绿角和唯一一个女性角色 我用那个读心熟 他会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他会知道他们有什么烦恼 他就会特意跟他们说 其实我认同你的 其实大家都需要一个声音 告诉他们 你们是可以放胆 去接受自己 套剧是很有意思的 剧情其实就安排了两段关系 有两个魔法师 有一批男一 以及有一批男二 我们的男一配对 就是安达对黑宅 男二配对就是作家和畜弟仔 他们这两段关系 其实是互相认称的 譬如作家是有点烦恼的 他不知道如何应对他的情人 他就会看着安达借镜 同时安达也有点烦恼 可能他和黑宅分手 他也会在作家的关系里得出一个声误 说回那对男二的情侣配对 其实他除了拖牆的集数之外 其实他是有铺牌的 看到他最后一集才发现 咦,不是的 这部剧其实是癫癫的 例如你看第一集 头那五分钟 其实本身没什么遗意的 男主角安达去踩着单车 就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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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经过马路就发现 有另一个安达 其实是在等车过马路上班的 那个位置就怪怪的 为什么有两个安达 没有理会 慢慢看下去 看到最后一集 再看原来 踩踩单车的 是结局30岁的自己 原来他是和29岁的自己刷身而过 第一集那一幕是这样的意思 而在第一集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原来29岁的安达 他没有意义到 将来30岁的自己会有的转变 原来30岁的自己他会第一次接触到爱情 而30岁的自己他都会意识到自己 不可以再害怕塞去任何东西 要好好地拥抱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个开头和结尾 怎么接在一起 很瘋 那种明明你整部剧都是现实风 但他也同时加一些奇幻风 有魔法 有这种好像时间转接 那种表达方式很有趣 中间也会有铺牌 如果你看到开头 你会在想那辆单车是怎样来的 铺牌的男主角去上班的路线 这些画面是写得很好的 男主角安达上班是同一条路线的 他会去买饭团 然后去逼地铁 去行人天桥 再去到公司楼下那辆车 你在想那辆单车真的没有出现过 而那辆单车是怎样来的呢 就是中间 作家和速递仔的感情线 而最后作家送给速递仔的定情信物 作家借单车给我安达 希望你和黑澤的爱都可以像我那样 其实是有这种寓意的 很棒的 整部电影,我觉得很会玩隐喻 譬如有些物件 例如刚才说的单车 另外还有猫 猫也是的 其实在作家和速递仔的爱情里面 他们只要有亲密的行为 就是拍着猫 而且他们都是因为猫而结缘 而在男一的配队 就是料理和文具 例如黑澤是煮食很棒的 你会发现他不知煮食 他是很留意着安达在吃的东西 你吃这个饭团,你喜欢什么味道 我买这个味道给你 他是看这些 但是黑澤是文具控 当然他除了剧情安排去参加这个设计文具比赛之外 你看到后段他们的定情信物 就是一个文具 全部都很应景 看完其实他也出了两集SP 分别有情人节和六个篇 另外就有托质和纠编 我自己当然看完 我比较喜欢情人节篇 其实他的SP想说什么呢 角色没有了魔法之后 其实剧情也是这样 看上去整部剧是说我有了魔法 我读到人心 我的故事如何发展下去呢 其实不是的 这一套都是说一些现实向的东西 魔法纯粹是说你有一个醒悟 就是我知道那个人重要了我之后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纯粹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而一个特别偏去就是说 当我真的做回一个正常的人的时候 其实他都可以处理得很好看的 拍得很有趣味的 如果你说和其他都是叫做BL剧 虽然这套不是BL剧 这套不是BL剧 这套不是BL剧 跟其他BL剧比较 刚才说过作《有点美食》 《大叔的爱》 《我门是天生一对》 其实有另外一套 就叫做《情爱小说家》 我自己觉得这套是OK的 它是那种很典型 我觉得像王家卫那种 真的讲爱情的 它是讲一个作家 然后遇上一个年轻人 弄了一只手 就叫个年轻人帮他写他要写的文章 这样去发展一段爱情故事出来的 我觉得是不错的 到了30岁还是柱南 就分析到这里 有没有发现这样分析图剧 其实是很满的呢? 整体来说我觉得很快过的 它每集20多分钟 我觉得 一声就看完 其实我每次看 我都猜它究竟是做多少集 例如我看到第7集 是否下一集结局呢? 再看第8集 是否下一集结局呢? 谁知道他最后原来是做到12集 我觉得他最后的分手是为了做而做的 但结尾结得好 我很喜欢的是单车的开头 如何接到最后的结尾 而且你看到最后的那集 其实它是copy第1集的开头 它所有东西都一样 即是我起床 然后我上班买饭团 全路线一模一样 它是说我已经变回以前的自己 直到后段你单车出现那一幕 当头鹏学公告诉你 30岁的我 已经不是当年29岁的我 而他踏单车那一幕 是由天光踏到天黑 这个摸索过程真的很漫长 剧情上有寓意的 对男主角真的互相表白了 它是放烟花,代表着他们的感情 终于开花结果 而最后的幕是在电梯发生的 对应第一集 他们两个男主角有身形感应过一幕 整套剧来说 个个都很喜欢丁田启泰 但其实我自己就喜欢赤座位移多些 就是这样,10分钟 下次见,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